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巴西境内森林着火点激增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0%多 而且超过半数的着火点都位于亚马逊雨林 本月19号 从亚马逊雨林南下的火灾烟气 对巴西 南马托格罗索州 圣保罗州 和帕拉州部分地区造成明显影响 当地时间19号下午 圣保罗视天空被黑云覆盖 一时间白昼宛如黑夜 圣保罗大学研究人员在当天浑浊的雨水中 发现植物燃烧后留下的有毒物质 巴西环境部长萨列斯指出 火灾多发系干燥天气 强风及高温引起 分析人士则认为 肆意砍伐才是导致亚马逊雨林火灾不断的主要原因 亚马逊环境研究所指出 亚马逊雨林今年并未出现持续严重干燥天气 火灾多因人为活动导致 为扩大用于放牧或耕种的土地面积 人们不断采伐雨林 并通过燃烧树干 树枝 树叶等清理现场 这些活动导致火灾蔓延到未被采伐的地区 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数据 今年7月 亚马逊雨林被砍伐面积达2254平方公里 同比上升278%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高度关注亚马逊雨林大火 他说当今世界正身处气候变化危机中 而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之废 有着丰富的生物群落 人类实在是无法承受这片雨林受损 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叶